字幕志愿者 平安 我们继续来思想 《萨母尔记》下第十章 我们在第九章的时候看见 大卫效法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在第七章跟他启示说 我要以慈爱永远来对待你的后代 这个慈爱这个字就是Hesed 在旧约的时候常被翻成慈爱 施恩后代这样的字眼 所以呢他在第九章 他就去纪念他的好朋友 约拉丹的儿子 所以他就把米菲波士接过来 来恩待他 对他也是 这个以神的这个Hesed 以神的慈爱来待他 到第十章呢 他也想要以神的这个慈爱Hesed 来对待亚门人王他的儿子 此后亚门人的王死了 他儿子哈嫩接许他做王 大卫说 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下后代我的恩典 后代哈嫩 于是大卫差遣臣仆 为他丧父安慰他 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 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嫩说 大卫差人来安慰你 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 他差臣仆来不是降察亏太 要轻赴这城吗 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剔去一半 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 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 有人告诉大卫 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 因为他们甚觉羞耻 告诉他们说 可以住在耶利哥 等到胡须涨起再回来 后代我的恩典 还有后代 这两个字其实就都是 Hesed 守约之爱 他说 因为他的父亲以前恩待过我 所以我现在也要恩待他 好像我跟他的父亲以前有立过约 我要恩待他的儿子 于是呢 大卫就差遣臣仆 为他丧父来安慰他 因此呢大卫就派出使节团 去慰问这个新的亚门王 因为他的父亲刚刚过世 而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 但是呢 亚门人的首领 却对他们的主哈嫩说 大卫差人来安慰你 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 他差臣仆来 不是想察窥探 要请赴这城吗 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剔去一半 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 使他们露出下体 打发他们回去 这些这个亚门的这些领袖们 就对新的国王说 你不要以为大卫是按什么好心眼 他真的是尊敬你的父亲 然后跟你的父亲守约 然后要来恩待你吗 你想的太美了 他其实是要来派出他的使节来 是要窥探我们这边的军事防备 他想要来毁坏毁灭我们的国家 所以呢新的国王就听了这些领袖的话 就觉得大卫不可靠 所以就羞辱了大卫的这些仆人们 这些近东地区的人 他们男生都会留胡子 所以胡子被剪掉一半 是奇耻大辱 然后呢他们那时候的衣服 就是比较像是一个袍子一样 所以呢袍子被剪一半 就会露出他们的下半身 对他们讲都是奇耻大辱 比杀了他们还要可悲 第五节有人就告诉大卫 他就差人去迎接这些使臣们 因为他们觉得甚羞耻 他们不敢回到耶路撒冷 因为他们太丢人了 他们不敢回来见大卫 所以有人来告诉大卫 大卫就派人去迎接他们 然后呢这个大卫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可以先暂时住在耶利哥 等到胡须长起来之后再回来 耶利哥呢就是从亚门 要回耶路撒冷的半路上 会先渡过约旦河 渡过约旦河 第一个城市就是耶利哥 然后这个大卫叫他们说 你们就先待在耶利哥 等到胡子长回来了 再回耶路撒冷 不然你们会被人家耻笑 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 就打发人去招募伯利河的亚兰人 和索巴的亚兰人步兵二万 与马家王的人一千 驼伯人一万二千 大卫听见了 就拆派约鸦 捅带勇猛的全军出去 亚门人出来 在城门前摆阵 索巴与利河的亚兰人 驼伯人并马家人 另在郊野摆阵 约鸦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 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 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 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塞 对着亚门人摆阵 约鸦对亚比塞说 亚兰人若强过我 你就来帮助我 亚门人若强过你 我就去帮助你 我们都当刚强 为本国的名和神的诚意 做大丈夫 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 亚门人知道大卫 憎恶他们 因为他们这样的羞辱 大卫的使节 而大卫本来是一片好心 他们却这样子来羞辱 所以亚门人他们就怎么样 就打发人去招募伯利河的亚兰人跟索巴的亚兰人步兵二万和马家王的人一千 陀佛人一万两千 亚门人想说趁大卫要来攻打我们之前 我们先招兵买马 把那些跟大卫为敌的亚兰人请他们过来助政 所以呢首先就找到这个伯利河的亚兰人 伯利河是在北边的黑门山的山下 还有这个更北边的索巴的亚兰人 因为索巴之前败给这个大卫 所以心里很不甘心 以及马家的亚兰人 他们是在黑门山以南 还有陀伯人 他们是更难一点 在这个加利利海的东南岸 因此呢 他们就集合这些亚兰人 要来跟准备跟大卫决战 第七节大卫听见了 就拆派约压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 亚兰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 而其他的这些索巴和利河的这些亚兰人 还有陀伯人并马家人 他们则是另外在郊野摆阵 所以呢他们就采取了一个包围之势 一方面亚兰人在城门前摆阵 而这些亚兰人的友军 则在郊野 埋伏布阵 第九节约压看见敌人在他的前和后摆阵 他被包围了 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金兵 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来摆阵 而其余的兵就交给他的兄弟亚比塞 对着亚门人摆阵 因此呢 元帅约压决定他自己挑一些金兵来对付亚兰人 而另外一些金兵就交给他的弟弟来对付亚门人 约压对亚比塞说 如果亚兰人若强过我 你就来帮助我 如果亚门人强过你 我就去帮助你 我们都当刚强 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 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 现在被包围了 他们只有背水一战 所以呢他说我们都当刚强 然后呢为本国的民就是为我们以色列的民 还有上帝的诚意 我们要做刚强的大丈夫 但是呢我们就是只能尽力 但是结果如何就交给神吧 所以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 于是约压和跟随他的人 前进攻打亚兰人 亚兰人在约压面前逃跑 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 他们也在雅比塞面前逃跑进城 约压就离开亚门人那里 回耶路撒冷去了 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 就又聚集 哈大底线差遣人 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 他们到了西兰 哈大底线的将军硕法率领他们 有人告诉大卫 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 过约旦河来到西兰 亚兰人迎着大卫摆阵 与他打仗 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 大卫杀了亚兰七百辆战车的人 四万马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硕法 属哈大底线的诸王 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 就与以色列人和好归附他们 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 约压就离开亚门人那里 回耶路撒冷去了 代表什么这一仗约压他们获胜 所以他们就班师回朝 十五节亚兰人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 就又再一次的聚集他们不甘心 然后哈大底线就是索巴王 差遣人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也调过来 什么意思呢 因为索巴哈马大马士革这些亚兰人的诚意 都是在右发拉底河就是大河的这一边 但是大河的另外一边也有亚兰人 他们觉得力量不够了 所以把大河另外一边的亚兰人也全部都请过来了 再一次集结更多的军队要跟大卫决战 因此呢 这个十六节他就说 他们就 差遣人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过来 他们到了西兰的时候 哈大底线的将军 塑法率领他们 所以大河两岸的亚兰人部队集结完毕 十七节有人告诉大卫 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来到西兰 亚兰人迎着大卫摆政与他打仗 这一次则是由大卫亲自率兵 因为这次亚兰人是集合了大河以东跟大河以西 所有的军队全部过来跟大卫决战 这一次的西兰战役 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 大卫杀了亚兰七百辆战车的人 四万马兵 又杀了亚兰的将军塑法 而属哈大底线的诸王 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 就与以色列人和好 归附他们 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看见当大卫要再一次 对他昔日的盟友 亚门王的儿子 来守约诗词来的时候 想不到换来的是羞辱 主啊 我们有时候以善来对待别人 不一定会得着合情合理的回应 但是主求你仍然不让我们停止行善的心 我们仍然对其他人也愿意继续守约施慈爱 主你会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就算恶人他有诡计 恶人要先下手为强 主你仍然在我们这边保护我们 也保护我们的心永远归向你 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愿神赐福大家 谢谢主听我们的心永远归向你